狗狗一碰就叫好像很疼还哆嗦 赵一强职业寿医师 当狗狗出现一碰就叫好像很疼的表现时 还打哆嗦的症状 通常是一些狗狗受到了惊吓 印记刺激以后 可能就会出现这些症状表现 有一些狗狗也是为了获取主人的关注 博得主人的同情而装出来的 而对于一些同时存在其他症状表现的狗狗来说 这种症状就有可能是一些内科疾病导致的疼痛 比如说一线炎引起的疼痛 比如说肝脚痛 比如说肾脚痛等等 对于一些其他的品种 比如说发痘松失太低 他们有可能会因为品种的缺陷 有一些先天的脊柱 或者关节的发育两等问题 从而压迫神经 引起着一个外周神经痛的状象 而对于家里住楼梯房的狗狗来说 他们因为经常的上下楼梯 也有可能会对宽关节 病骨以及部分脊柱 有一些磨捅损伤 也容易出现这种疼痛的表现